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北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来学习词曲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代正德时期的川华龙文的中式碗 明正德的这个清华川华龙文中式碗呢 是从文史上来说哈 这个川华龙是明正德时期的一代名品 咱们来看一下啊 它这个气形这个是撇口 所谓的文邹邹的一点说叫试口 然后下面这个身符 然后到下面收 有圈足 那它整体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看它的诱呢 特别的这个 银润光亮啊 然后呢 又呢 白中闪青 然后 它的这个 整体的文士布局呢 外面是两条川华龙 里边呢 这碗心呢 一条川华龙 碗的内壁两边呢 也有两条龙 一共是五条龙 而且是五爪的龙 那这个时期的龙文呢 跟这个前朝比啊 有了一些变化 变化呢 主要是在龙头上面有一些变化 大家可以对比着看 我前面的那些视频找出来 比方说 宣德的龙文是怎么样 员化的龙文是怎么样 可以对比一下 那它的这个绘画的技法呢 以及 这个整体的情况呢 又承袭了这个 成化一朝 红制一朝的一些特征 大家看哈 它的这个用 特别的光亮 银润 看这个龙 它的绘画的方法 双钩平图 看这个龙 然后它的底足 这个底足呢 跟这个成红的时期 稍稍的有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 大家去对比自己去看哈 就能看得出来了 因为我们看 那个碗 碗新的是部位呢 一条穿发龙在舞动着啊 然后呢 这又有一条 啊 这里还有一条 可以看得出来 主要看哦 这个青花呢 都已经 这个下沉了 并不是漂浮的 啊 如现代新坊的呢 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漂浮在上面的 龙门啊 龙门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里边的这个龙门的绘画的方法 虽然也都是双钩平图 但是画出来的效果呢 啊 和外面那个龙门有点不太一样啊 然后这个时期的呢 它这个 双钩平图呢 它 又出现了跟这个 橙红时期有一样 基本上就是啊 这个线条呢 用的清料稍微深一点 平图的呢 这个稍微浅一点 看这个龙 我们自己看 这里还有一些这个 所谓的 沉着啊 看这里头啊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这个料呢 研磨的还不够不够精细 啊 然后看它 那这个 胎体呢 特别的 坚硬啊 洁白细腻 然后在圈足 啊 里边呢 有这个用这个青料 青花料 写的是正德年制 四字双行的这个 楷书款 外加双圈框 啊 哎 写的是 比较 比较规整啊 啊 它这个 而且这个德字呢 这个有一个特征啊 大家注意看 看这里的特征啊 再给大家方大看 啊 然后它运笔的这些 笔试啊 笔风啊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包括这个 清料的研磨的情况 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 以往我们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谢谢